是这样 听说你们福利院 原来有个叫护知的人 是吧 有啊 你们认识 我们不认识 一个朋友认识 想请她到家里当家教 原来她不是幼儿园的教师吗 后来突然联系不上她了 才听说 她出了点事情 你们别听新闻乱说 小智姐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她一直很照顾我们的 就算是她后来 独立搬出了福利院 但是她经常回来 在看这里的孩子的 我相信她绝对不是那样 伤害小孩子的人 你先别着急 我们也相信她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们想联系她 你有她的亲人的 联系方式吗 我十年前被人领养之后 就出国了 我最近也是刚回来 这情况不是太了解 对了 我刚想起来 我刚回来那几天 有一天冯院长 突然特别开心地跟我说 说小智姐原来有一个姐姐 已经找到福利院了 你能联系到她吗 这个福利院长没有说 其实小智姐她一直特别希望 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亲人 所以福利院长当时特别开心 她就说 说小智姐再也不用 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还说终于有人可以照顾她了 这样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事情呢 你及时跟我联系 好好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啊 好 按照小黄说的 秦英素应该一早就找到了霍制 说不定还跟她相认 霍制在这儿长大 而秦英素瞒着我在这儿 做了两个月的义工 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秦英素藏得够深的 可她为什么要瞒着你呢 也许啊 咱们现在都猜错了 万一这些 这这这都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 还是侮辱我的智商 我说的是万一的 江总 小黄啊 江总 我刚才又去了 冯院长办公室一趟 我找到这个电话 可能是小智姐的 我不知道 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谢谢 您客气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 能尽快找到小智姐 她现在应该很难受吧 如果找到她的话 我们会照顾好她 那我先走了 江总 谢谢 尝一下 我打了 把她过去 这下没有万一了 看来她真的是藏了一个双胞胎姐妹 其实我根本不信你失忆了 为什么 敢跟我说话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 都不准备跟我说话呢 不过现在开始 我有点相信你了 那又是为什么 秦英素绝不会用这种眼神看我 也不会用这种语气 来跟我说话 不管她心里多么恨我 讨厌我 她都不会表达出来 我不管以前的秦英素 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 但现在的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才不希望跟你回什么家呢 比起回到一个我不熟悉的家 还不如待在医院里吧 停车 停车 好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是不是晕车了 不至于吧 不就是你老婆 有个双胞胎妹妹没告诉你吗 你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 她又不是说 在外边找了个男人 给你戴了个绿帽子 我在想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什么事情 那 你想 秦英素当时进医院的时候 大夫说她脑中的血块 并不影响什么 可是她居然失忆了 而且失忆得如此彻底 我二说她是装的 我也怀疑 后来我发现她真的把 我跟她之前的事情 忘了一个二次 我就相信她了 你的意思是 秦英素不是真实义 我怀疑她根本就不是秦英素 她是获知 她装失忆是怕我认出她来 江村 你好样的刮目相看 真的 你这想象力不是一般的丰富 我没开玩笑 不是 那我问你 那真的秦英素呢 无缘无故 这秦英素 为什么变成了获知了呢 我也没想清楚 在当务之急 我要先弄进入 在我身边的这个地方 是获知还是秦英素 你怎么弄清楚 验DNA啊 他们是双胞胎 那DNA都是一样的 总会有办法 其实你啊 也别太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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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万一是咱们想错了呢 万一人家秦英素 真的失忆了 对吧 万一你怎么今天 这么喜欢说万一啊 因为我的小心脏 也需要承受太多太多 我倒不肯定要老是 好 在哪里 咱们 应该怎么 sampling 我们这样的 我觉得 就是我 便当他 我们有什么 我们想要 喝水 虹 我们 我有急事 知道了 你想 干什么呀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钥匙给我 你要干什么 给我 你也太粗心了吧 手机都落在家里了 我刚去了探疗养院 所以耽误了一会儿 给 给你就拿着呀 物归原主 我走了 等等 我要去见个朋友 跟我一起吧 我就不去了 我待会儿还要去 福利院做医工呢 再说了 你看我今天穿上这样 也不合适 你去吧 没事 来 你给 来 我说你 我可以 你 是 你 你 我 做 笑什么呢 今天开车开得挺顺利的嘛 都没有犯了录虑症 是不是去看心理医生了 还是偷偷练车了 往往我心里有更愤怒的事情 的时候 录虑症会被抵消 什么事 谁又软紧了 没什么 对了 继续挑起点衣服 不用了 家里衣服多的是 够穿了 真是奇怪 前后现在会不会也省钱了 天哪 衣服也太贵了吧 一件又一万多 不要了 不要了 没关系 给我老婆买东西 你只要喜欢就好 你不是说 我以前常常 连陪你逛街的时间都没有吗 今天我全都满足你 江太太 您之前在我们这儿预定的新款 都已经到货了 我之前给您打电话 您怎么不接呢 我以前经常来这儿买东西吗 从来没有空着手走过 挑两件合适的 真的不用再挑了 您预定的款式 我自作主张的 给您留了两件 太好了 拿出来给它试一下 好 适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个衣服不太适合我 我再看看吧 要不我进去帮你选吗 别别别 那个 你别进来 江先生 刚才的眼光一向很挑剔 我又给他选了两件 好 江太太 不好意思啊 江太太 来 这样 这些东西我帮你拿着 你再帮我选一些更好看的给他 好 谢谢 你进来干吗 你赶紧出去 你要不想让别人来看热闹 咱们就大声地喊 我来是要看看 你这件衣服 到底哪儿不合适 江太太 我又给您拿了两件 您再试试吧 不用了 把这些都包起来 好 刷卡 好 谢谢 这江先生跟江太太的感情是真好 是吗 这你都看得出来 难怪江太太是越来越漂亮 身材也越来越好了 好 如果以后还有更合适的 麻烦你再给我推荐 我就喜欢我喜欢的女人 穿得漂亮亮的 一定 江太太 这身衣服非常适合你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你看够没有啊 他们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啊 你好像真的比以前瘦了 就好像脸色也好了很多 就是 胸围好像小了 流氓 怎么就流氓了 我是你老公 你别忘了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今天在哪儿受了气 怕是爸又骂你了 你可别找我撒气 你停车 停车干吗 到后面去坐 到后面去坐干什么呀 这是高速 停不了车 那你别胡说八道了 你不觉得刚才 花钱的感觉特别爽吗 不管喜欢了什么 看上眼的 都有人给你刷卡买单 我觉得 不怎么样 你不是很着急吗 你好好看你的车吧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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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欢迎光临 急什么呀 赶紧见完你的朋友 赶紧走人 我今天出门算是没看皇帝 哪儿哪儿都不顺 我也一样 出门没看皇帝 哪儿哪儿都不顺 不是去餐厅吗 去客房干吗 餐厅的私密性不好 今天跟客户 有很多商业机密要谈 尽管咱们 怎么 怕我卖了你